由清華大學與東海大學學子演出的驚喜劇 《春草闖堂》 故事講述機制的向國府丫鬟春草 如何在險惡的官場文化中主持正義 充滿幽默巧思 特別能引起青年世代的共鳴 透過戲曲傳承計畫 引進專業師資 手把手引領大學生學習京劇 讓京劇美學種子向下扎根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一方面當然台積電文教 這些會支持文化 希望讓我們精緻的傳統文化 繼續延續下去之外 我們也很希望說 藉由這樣的課程 在正規的教育體制裡面 這個帶入另外的資源 讓我們的孩子 讓我們的大學生 可以看到我們不同的視角 不同角度 擴展他們的視野 你可以看得出來 有些孩子 他其實真的不只是修了一年 有些中間休息之後 還要回來再修 可是這個 這樣的修課的過程 其實跟他的 對於要畢業的這一個 理科學其實是完全無關的 對於他們的未來 可能也不僅有直接的關係 對他們未來的薪水 也不僅有直接的關係 可是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投入他們的薪血 投入他們的時間 甚至我聽說 我們的授課老師 也投入相對應的薪血 我就聽說這個 我們其中之間的朱安逸老師 他每天都要跟這個小朋友 這個Line來 去Line到網上應兩點 當科技越發達 人文就越重要 那麼當初經濟西美學的這個名詞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希望能夠在兩個學校裡面推動 說實話 其實以前我們其實也有不同的機會 就是有一些新年朋友他是喜歡洗的 但是說實話對於國光來說 從當初的這個想法 首先雖然聽起來是非常具有 這個很高的這個價值 但如何去執行 的確中間吃足了苦頭 那所以經濟西美學的課程 其實它絕對不只是經濟交叉而已 我們更希望的 其實是帶領這些學生 從一個新的觀點 去走進傳統戲劇金劇的世界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透過角色扮演 讓他們在走出課堂之外 可以有一種新的一種領略的概念 然後去開發他腦中的所有的創意 春藏闖堂是我們精心挑選的 當年白信榮老師在台大開昆曲傳承計畫 在台大的戲劇系中文系跟通識中心 開那個課的時候我負責任的課負責了三年 當時我就很羨慕 因為我看到那麼多同學 開始對昆曲的文學性藝術性 開始有了羨慕有了了解有了認識 我心裡就在想 我很希望這些同學也同時認識金劇的美 金劇跟昆曲不一樣的美 那麼《春草闖堂》我覺得是可以代表一出跟牡丹亭相匹敵的 相匹敵的一個不一樣特質的一部戲 它也是充滿了戲劇性 充滿了文學性 而且我們看到這裡面的每一個角色它的動力 它對人生的思考 對一些危機的處理 我覺得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每一個人生的每一步 通通都是有影響的 戲曲傳承計畫打破課程常規 由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獨家支持 引進國光劇團專業藝術教育資源 在大學開設學分課程 以三年的項度作為課程設計 開創台灣傳統藝術教育史之先河 清華的特點是我們把它放在中式中心 所以可以看到各個領域 包括學理工科的 學人文 管理相關的各科系都有 然後從大學部研究所到補師班都有 而且這些學生通識 顧名思義他是一個需要去修的學分 可是修過以後你反覆修其實是沒有辦法在理學分 可是我們看到好幾位學弟妹他們都持續的修 就代表這個課的 這個種子已經發芽了 然後讓大家願意不計學分 然後不計代價甚至吵到鄰居都要來修這個課 我想我們能夠給學生舞台 也希望能夠把學生擺對位置 然後追尋的這個過程當中擺對位置 其實是我們教育最希望達到的一個境界 很高興在這個文教組織會 或者加上國光劇團的幫忙 能夠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我想是非常難得 而且我也常常覺得 就是你有用心的地方就有用力的地方 你今天有一個小小念頭開始之後 我覺得這個全世界的人都來幫助我們的 那種那種力量就會出現 由清華大學與東海大學近50位學生 所演出的青春校園版驚喜劇《村草闖堂》 將於6月29日在台灣戲曲中心登場 也將為台灣傳統藝術寫下青春的遺頁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 曉喬